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来就不灵通的 我告诉你 再说回来 全卡最差的是你 为什么呀 我说什么事呀 我之前还没做网台 还没做节目主持之前 是你叫我做 撑一下吧 说烈略奇案 好像我第一个访问你 对啊 第一个访问我 接着跟你又做了半年的狗狗奇闻 不是 狗狗奇闻 狗狗当年奇闻 那些怀疚 没错了 跟着就知之助助 就去说了网台节目 做了一年的讲鬼那些东西 对啊 玩上瘾了 对啊 玩上瘾了 没办法了 你发家姐不找我 怎样上来都要 真是客气啊 现在高长大发粉丝 除了多粉丝 还有很多那些事主 找你求助 我知道你今天和明天想分享一件 发生在两年前的 都挺离奇的事件 是啊 那这件事真的要你自己慢慢一一度来 之余呢 请来事主 好 在我们的镜头外面 因为事主就不会出镜的 为什么不会出镜呢 因为呢 这些这样的奇怪的东西 说出来没人相信 是不是 还有一样东西 就 免得别人给他标签了 没错 所以我们就要保护他了 那就说回吧 先介绍一下 盧小姐 盧小姐 你好盧小姐 大家会听到盧小姐的白声 大声一点 谢谢你 两年前 我在Facebook 大家都知道我在玩法科的东西 现在我近这半年 我已经叫做退休了 不再说法科和法治 也都不说鬼鬼神神那些东西 为什么呢 你都知道我现在最喜欢去什么 花园 你如果去Facebook 我都会知道 花园 打麻将 过大海 去旅行 这些就是我退休的生活 逍遥法活 没错 但是当我做法治的时候 你知道 要打坐 食符 上香 你知不知道 用了很多的时间 好了 我相信 这一件事是有的 有之中 但是我要用付出的 我现在不想付出了 我够了 想摊头一下 摊头一下 好了 但是你叫我上来说 我就说回两年前的东西 谢谢高先生 有一天在Facebook的时候 我正在做的 一听到别人有求救 我就立刻去问他 第一时间 我就会问他 我在Facebook有个PM 高师傅 高师傅救命 救命 我女儿想跳楼自杀 我一听到的时候是夜晚的 是 他是下午 不知道下午那时候 你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我很晚才回覆你的 什么时候 大声一点 晚上他那时候应该是黄昏打后 就发生这件事 自杀这件事 他当时做了什么 女儿 他是爬过窗上跳下去 家里的窗 是 是 那你把他拉回来 不是 不是 不是我拉的 是他爸爸和朋友去拉的 因为男人比较大力 可以拉回来 是 我见了 狼小姐说回来 又有余悔的 当时应该都很危急 大家都很害怕 他真的会跳下去 那后来就拉回来 拉回来 但是 我知道这件事是未解决的 嗯 嗯 我知道曾经高sir都帮过很多人的 是 没计所思之下 就 在 Facebook那里叫救命 嗯 高sir救命啊 我女儿要死啊 嗯 后来 幸好高sir在半夜 大概两点多钟 他回我 他打来 是 我猜不到有一个人 嗯 是不收钱 嗯 而这么好 会帮我们 嗯 因为曾经 收钱的都帮不到 是 就是很灰心啊 就是 好像没有了希望的时候 找到一点光 是啊 是 那 駱小姐都 现在说回都很激动 那高sir当时呢 那我听到之后呢 我立即打发给他 我就问他 什么环境 那他就告诉我 我都不知道的 是 接着我就立即 不明白我的师公了 是 我师公说他 说他 我身上遇到鬼 那只鬼要他 是 是 那我一见到这样的时候呢 我就叫他 什么都别做了 我明天立即找他 嗯 明天找到他之后 那我见到他的女儿呢 就在那里 带他女儿来走 那我见到他女儿 死了 过不了11月份 那时候是11月的 两年前的11月 就是这样 那你怎样看到他有这么大的危险 那面是死灰色的 死灰色 那还有我们有感觉的嘛 嗯 可不可以给我一瓶水 因为我听到我都感动到 让我喝喝水 因为我都很激动 是 是 是 因为呢 我想 是恶鬼来的 那就 其实不止一只 有两三只 那我就 我见到人 我都不会单独的 我都会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义工 那些义工 那些义工跟我一起上去做 那做 那我都不出手了 我叫义工跟我做 那些义工都是法科人的 那 我不知道自己行不行 因为我常常都说自己没什么料的 因为我又不懂 我又不懂 我都不懂 那我叫他做 一做 做了之后 请他走之后 但我见到他 那身上没有什么 还在那儿 还在那儿 在那儿哭 在那儿哭 那儿哭 那儿哭 那我问他哭什么 他说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接着我就问一问师公 你为什么哭 接着 他又不说 我再问他 你不要说了 我看到你后面有一个年轻 那儿女儿在那儿 他后面有个女儿站在那儿 我说我感觉到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谁 你意思是他除了身里面有之外 那些鬼 就我们捉走了 是 但是他的英灵 他历代祖先 或者是他的冤親寨主 我们捉他不走的 只是他超渡而已 我看到他 有个小妹在那儿 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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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哭 是的 接着我问他 他就说了 他说其实 我等了他的心很久了 我14岁的时候被人强奸 强奸了之后 就落了去 那现在原来那个BB 那个女儿就在他心里面 嗯 就是那个英灵 就住在他身体里面 是的 入了他里面 上了他身 是 那么就 14岁就怎样都好 但很少是上身的 通常英灵 不是跟上身的 英灵不是通常跟着 不止的 我稍后就说那些奇怪的东西 那上了他身之后 我就跟他说了 那你怎样才可以走 还有你在那儿都没用的 你害到妈妈 痴痴呆呆 那时候开始了之后 他就要吃精神科学药物了 因为为什么 一个正常的人 被人突然间有这么惨的回忆 你是不是常常在喊着他心 那喊着他心 那我们身为朋友 不要说是善信 那我们就要开解他 开道他 还有不错都错了 不落都落了 14岁没理由生个儿子出来 好了 还有那个儿子不是自己的 所以就 不是只是愿意那些 那大家怎样都好 那我就跟那个儿子说了 那那个儿子说了 那那个儿子说了 我就说送一层楼给他 送一层碧桂圆给他 48元 一条金银 内造庫 好了 那他就OK了 OK 就笑了 立刻笑了 没了事了 很开心的 那就是女儿 那就轮到妈妈了 那妈妈就说 哎呀女儿没了事了 跟着我 他说可不可以问我 有没有事了 他说整天病痛 这儿痛 这儿痛 那儿痛 那儿痛 那我说 你不用问了 你也有鬼的了 就看了 叮叮叮叮叮 就问问施工 一问施工 我说很厉害了 五六个人在那儿 在那儿 问了他之后 他求我 因为我不是收医事 他求我 我就问一问上面 所以就去做 做了 做了之后 拔了其他位置 拔了 但是 但是 有一个 就没有走到的 因为那个 为什么没有走到呢 他就告诉我 现在还在那儿身上 现在还在那儿身上 不是不是 现在应该不在那儿身上 就是两年前就在那儿身上 现在就不在那儿身上 两年前就在那儿身上 就是当时你见到他的时候 其实还在那儿身上 是的 那我就问他了 为什么你还在那儿身上 你不走啊 然后我们一落符一落 就打他的时候 他就很害怕我 就是我用手指指着他 他都害怕的 我们讲到这儿 我们又拆解一下 好吗 是 刚才 娄小姐就讲到 女女自杀 其实那次她 是不是第一次 不是 就是之前都已经试过 试过 会不会是由她 遇到一件不幸事件之后 她已经 我从来都不知道 直到是见到高sir 不是不是 我意思是她是不是那件不幸事件之后 她也陆续 她也会陆续 她也会有 轻生的念头 会 会 但是我做父母都不知道 不知道她轻生 从来都不跟我们讲 是因什么事 会做一些轻生的事 OK 直到是见到高sir 她就 因为她没得瞞我 很坦白地说 因为我看了那些事情 我告诉她 就是说妈妈 其实不知道 女女是曾经遇过 这件不幸的事件 亦都是因为她 可能觉得 跟你担心 是不是 所以她也没有说过 没有说过 她可能怕我 接受不了 太详细 是 是 但是她听你这么说 都不下一次去轻生 还有 那时候 我跟她解释了之后 我帮了她之后 她本来我看到她是死的 没有理由 抽了鬼就没有死的 那我们讲回自然界的定律里面 那她在家里养了一只猫 就 在三天之后就死了 是 那她死了 突然间有急病 跟着就去猫医院 跟着就没得救了 免得她痛苦 就打枕打死 谁知道这只猫 那个灵魂就上了她身 上了哪个身 上了她女儿的身 是 又上了身 又上了身 就是你本身已经搞定了 搞定了 搞定了 其实高sir以你的法科的知识 是 有一些好像开了门 好像很容易就自出自入 就被灵体夺射 没错了 还有她又跟我说过 高sir高sir救命 我又救命 她说我这三天没吃过的东西 我说你为什么不吃东西 跟着就哭 我看见那些东西很想吃 很饿但是吃不下 一顿就会吐 妈妈就是陪着她 不如妈妈描述一下 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 当时这几天 都是 我不知道她什么事 都很奇怪 就是 为什么满台都是她叫的 她自己叫的东西 为什么一吃就会 会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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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不了 吞不了 吃不了 想吐 很奇怪 然后我觉得 不如问一下高sir 看看究竟是什么事 是不是 英灵还没清 还是怎么样 高sir 打去高sir 高sir就想 他说不是的 不会是个英灵还没走的 他很有智慧的 他想到一件事就是 你试试吃一下鱼 为什么呢高sir 因为我睡了一张床 他打给我 我还没睡觉 睡了一张床 那我已经收了他的线 我说这样啊 等我睡醒再说 突然之间 我的脑里面 可能是天上的那些神 叫他吃鱼啦 我听到声 叫他吃鱼啦 一句而已 我立刻打电话给他 很快就打电话给他 喂 你真的买些鱼给他吃 他叫他吃鱼就可以了 如果吃完了 有什么结果 你直接告诉我 接着他把吃鱼的影片给我看 真的吃啊 买一个罐头那些 沙蝶啊 不是 吞拿鱼 吞拿鱼 拉罐那些 整罐头 好像猫吃那些 他当时呢 吃到一件件罐头 吃到很开心 好像猫在吃东西那样 那如果买猫糧 真的 是啊 那他会不会喵喵的呢 如果有都害怕 他刚才是吃不到的 刚才是满台 都是他自己叫他 很想吃的 三天都是这样 但是 他都不会喜欢 他平时都不会喜欢 吃这些这样的 水的吞拿鱼 正常都不会吃 水的 鹽水那些嘛 是啊 他平时都不喜欢吃的 但是很奇怪 阿sir叫他 你去买鱼吃吧 他就去了超级市场 买了一瓶这样的 他自己选的 他自己选的 又不是在街市买鱼 不是 他那些 因为为什么呢 我假设 如果是个貓鱼 在他身上 就是貓鱼入到里面 他会告诉他 始终吃什么 就会拿那些东西出来的 是 那我就选了 就是吃了 吃了之后笑了 笑了之后 最惨的一件事 他就要吃鱼了 他又找我 高sir救命 他又不想吃鱼的嘛 他不是那么喜欢吃鱼 但是呢 就是为了 就是他里面 里面的 其实他们是很 我现在都 都想不到 那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就是有一个是自主 是 有一个是记者 是一个记者 是的 那究竟那个意志 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就是自己都分不了 他两个都对的了 你说一个是外面的 你自己又可能喜欢鱼 里面那个又不喜欢鱼 那怎么样呢 其实是怎么样 哪一个做决定呢 根本你是给那些来控制你自己的 你是身不由己的 如果是可以控制 也都不会说去自杀 或者去吃这些这样的鱼 平时都不买来吃的 但是他会控制到你 要去吃这些鱼 你要去自尋短见 是他控制你 没错 那你会不会有一刻呢 突然间呢 咦 叮一声 咦 刚才我做什么 我做着什么 那会不会这样呢 其实是知道的 是知道 是有东西搞自己的 但是 那你会不会一路走去 拿罐子的时候 跟自己说 不要去啦 不要去啦 不要去 但是人又去了 那会不会这样呢 但是 要吃的嘛 人一定是要吃的 只不过是 吃猫鱼 我意思是说 你心里面想的东西 譬如你一路走去拿个鱼 如果以你自己来说 你觉得是 女儿来说 是觉得不应该 拿那个鱼来吃 但是里面那个 叫他拿个鱼 那他走去的时候 其实是不是跟自己说 不要走过去啦 不要走过去啦 是很开心去拿的 也很开心去拿的 当然是开心啦 是不是呢 那里面那个 其实是主导了 那为什么要叫他跳楼呢 嗯 就算你跳楼那一刻呢 你真是很开心的 很开心跳楼 看到那个很美丽的 很美丽的 很美丽的 那个景是很美丽的 就是好像是世外桃园啦 是很美丽的 如果没有人在后面叫你呢 你就这样 一声就掉下去了 因为罗小彦有试过跳楼呢 一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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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讲一下 先讲一下 先讲一下女儿先 你觉得会不会是很多 其实有些跳楼那些呢 是 是 那家人很多时候都会说 不是哦 他开心的 他没有什么的 平时真的没有什么 他又没有什么烦恼 为什么跳了下去 其实会不会你自己都不排除 其实我说不是不排除 直接是撞到那些骚髒的那些东西 有部分啦 那些骚髒的那些东西是什么呢 是电波来的嘛 现在我们看这个录影室里面 那些电波是跳呀跳呀跳呀 那现在我们的画面就看到 只是我们感受不了 但是我们看不到 当那个电波进了你里面 那个电波影响你的电波而 你的电波控制你的人的行为 行为动作嘛 那因为这些科学的东西 很微妙的 是啊 我们看不到 但是那个电波 绝对影响到你 如果你们大家观众呢 就想说 我讲两个字你不明白 复射 复射的东西 可以让你多少东西 可以变化多少东西 复射 我们现在这么多精神病 都挺有犯 你不要说 那所以呢 那我讲完那只猫猫了 是 入了去心 他就吃了 那没理由长年吃的嘛 是啊 那又怎样呢 又找了高sir 那高sir 很不得了高sir 那段时间 去到家 你知道又怎样吗 那只猫和他这么久了 我好像七年了 我又不打死 那只猫和他七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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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接着我就和那只猫聊天了 聊了一个多小时 躲在那里和他聊 那只猫聊天了 那只猫聊天了 接着我就在他家 就躺在床边那里 躺在床边那里 躺在床边那里 那我就躺在那里 他不是躺在那里 就是我低一点了 跟他聊 过了一个多小时 那只猫都不行 那我就感觉到那只猫了 就很怨恨他的女兒 不是他的母親 就是这个女兒 因爲那只猫告訴我 它養了那么久 就被人虐待 又不让他吃飯 又虐待那只猫 我问他 你有沒有虐待過那只猫 他说不是有心的 怎样有心 把那只猫寄居給人家 那些宿舍 那些宿舍 那些宿舍就虐待過 貓酒店那些 總之被人虐待 好了 但是他知道嗎 他我不知道他知道 那只猫知道 告訴我 然後還有 唉 他自己養家 有一餐就困著那個貓籠 家裡又亂得 骯髒骯髒 一餐有得吃 一餐沒得吃 一餐什麼 就搞到那只猫 怨恨心很重 怨恨心重的時候 他想帶它去下面 帶著他的主人 是的 主人下去 就一起死 這隻貓餓死的嗎 不是 打針打射 他死的時候是不知道的 他說 他很辛苦的時候 他叫醫生打針 送中針 那他本身有什麼病 不知道 要問他 江西傑 都是死的 他身體很差的 沒有營養 那他走了之後 他就不用走 那隻貓擋了他 好了 那怎樣都好 突然說到那隻貓 就怎樣了 又要說回頭 因為媽媽 羅小姐 他身上有一隻鬼 還有一隻鬼 那隻鬼 其實我可以打死他 但我不會打他 因為哭 跪在這裏 求我們幫他 一定很害怕我 我用手指指著他 我都沒有拿符 沒有東西 用手指指著他 他已經震到 已經是又哭又震了 那我們當然問他 鬼 你害人就是要殺他 那如果他不害人 你就要去包青天堂 你都要有人去看一個案情是怎樣的 是不是 你現在做其案都是這樣 看案情 案情就是他很慘 我覺得他是兩、三年被人殺的 是死於謀殺 你講那個 還是那個靈體在羅小姐身上那個 那個 紀叔那個 是的 那我就最後一樣東西了 我就說 我給你超渡他 我給你送一層樓給你 我給你送一層樓給你 因為為什麼 我拔他出來 他不肯走 他說師傅 救我 我出來你去哪裡 我不是一樣慘的 又被人欺負我 很慘的 羅小姐 可不可以簡單 形容一下你當時的心情 當時我是另外一個人來的 不是我自己 不是我本人來的 那個是很害怕師傅 怕什麼呢 是怕師傅打死我 打到我煙燒雲散的 這樣呢 我當時是跪在那裏求他們的 就是我裡面紀叔那個 是跪在那裏求他們 放過我的 就是你是跪在那裏 是 他用我的身體 是跪在那裏求師傅 他們不要打的 是 我很慘 你可不可以放過我 我什麼都答應的 我以後都不會再寄居在這個 羅小姐這個身體裏面 只要一件事就是師傅 你幫我吧 我照你這樣做 這樣 當時師傅叫我 我就抹大口 那個靈體呢 就會在我口那裏出的 這樣 答應了之後 但是那個靈體呢 就突然之間 想到一件事 師傅我走了 走了我去哪裏 我什麼都沒有的 跟著師傅 然後高sir呢 就說 燒一間屋 給點錢 那跟著呢 那個靈體呢 就很開心了 很開心 這樣呢 就 就走了 這樣 那走的意思呢 就不是說真的出來走 是在裡面那裏 躲起來 就說不再搞它了 躲起來就當走嗎 不是 那我都沒有燒屋 沒有給屋 那我要摘日 大哥 那究竟這件事 夏文是怎樣呢 還有剛才有很多前因我還沒問 不如我們留回明晚 好啊 再去追蹤一下 羅小姐 兩母女 他們都幾不幸 剛巧他們兩年前 遇到連環 連環的鬼傷身事件 究竟高sir怎樣幫他們拆解呢 明晚繼續有 高sir和羅小姐 拜拜 好想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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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